有个金蝉 然后望着上面 然后神光下来 有那种金蝉望月的感觉 哈喽大家好 我是米兔 现在我们要准备进熔洞 这里就是入口 溶洞入口 感觉好像有很多活动 你要滑那个吗 我觉得有点危险 还好啊 带子 你要不要滑那个带子走 你看 他这里有一个溜滑梯 可以滑下去 天泉洞是新闻十海183个溶洞当中最著名的一个溶洞 它的地质形成年代距今约300万年 目前已探测的长度为10.5公里 总面积为81168平方米 总体积为270万立方米 上下分为4成 这洞内的景色啊 真的是千知万态啊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都被惊呆了 这里面呢 可分为 穷炉广下 天泉民宫 谢玉流光 云部通幽 石花奇观 长廊石秀 石林先知等美景七大厅 据说明朝万历年间 博汉大镇的时候 此洞就是博人练兵和屯粮的地方 因此天泉洞很早就有人类在这里活动的遗迹 自然这边有许多名人留下来的石科啦 这个地方因为手机拍摄可能会有一些不方便 所以我现在用的是大疆的Pokey拍摄 所以画质会有一些不一样 大家多多包含没办法 像这种石头啊 已经被游客盘得很亮了这种 你要特别小心会很滑 不要踩黑色了 越往下面看呢 越往下面走 往这上面看就越震撼 这拍摄还是没有我们肉眼所看到的来的漂亮 真的是大自然真的是太鬼斧神功了 哇这里好宽大 从那上面下来 我们从那上面下来以后呢 这地方真的很宽大 老邓 这是你的舞台 高歌一曲吧 我让你高歌一曲没让你学狗叫啊 忙你也没来啊 他是琴音 哈哈哈哈 这人唱没完啊 这人 我觉得重返狼群里面那只狼都唱得比较好听 我们家的猫女都唱得比较好听 人是北方的郎族 算了 算了 这个围墙是个遗址哦 这曾经是个兵工厂 上面介绍 抗日期间呢 这里确实是一个军事的部署部署基地 军事基地 军工厂到这边来 看这介绍 他们以前是把那国民政府把那个军工厂搬到这边来 确实这里应该是比较安全 确实也是比较难攻 嗯 对在这边守的话 在这守这边怎么过来啊 一马平川根本就没地方躲 哎呀可惜 那边本来是有个洞 然后呢 会有那个光 一束光会照在那个尖尖上面 会非常的漂亮 一个圣光 神光 嗯 那现在这个来了晚了 这个光没了 以后有机会吧 以后有机会就表示没机会 大家理解一下以后这两个词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哇 这个整个感觉超棒的 那下面呢 这个地方 叮叮叮 我会加一个箭头的 有个金蚕 然后望着上面 然后神光下来 有那种金蚕望月的感觉 哇 也叫做景观天 哦 做景观天 也对 挺好看的 蟹玉流光 顶部有奇特的天窗 泉水和阳光 会从天窗飞泻而下 如银帘高挂 雄伟壮观 顾名叫天泉洞 这就是这个熔洞的名字的由来了 现在走到下面来了 中间休息站 我们在这里一定要休息 吃点东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那个怎么动 这个钟点上去 等下这个熔洞到10分钟 我在说十海的东西很贵 小心办法 各种的 hello 我们领教了他的那个什么 拜拜啊 还有其他那些费用 就可以知道这边吃的东西也会很贵 排骨 30 挺贵的 有点咸的还蛮香的 哇太咸了 因为我们台湾人说的方法就是 说的话就是 这盐是不用钱了 盐降价了 好咸哦 这边还有地洞和探险 我们每次来 都看到这个探险 但是从来没有进去过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觉得生活是很美好的 我们应该想往美好的东西 享受美好的生活 不要去找一些危险的东西 所以我就不去探险 这个石头都已经摸到很光滑 看起来很坚硬 很多锐角 但事实上 已经摸得很光滑了 如果有人要是走路 走不动了 这里还有一个铁的扶手 可以帮助人攀爬上去 每次来这里都是很让人惊艳 每次来都很美 所以我们哪怕来了 十几次二十几次 我们还是会想来 下来呢就要穿过这些 金华区 石头 小心哦 这要小心 太胖的人 比如说以前的我 就会卡门了 就会卡门了 而我现在呢 来 背后 这个对我来说 我不用侧身 我直接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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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了 对啊 不再卡门了 刚刚老段卡了一下 哪有 我才没卡门呢 这一节比较精华的地方了 不过还在前面 这灯光很漂亮 真是鬼斧神功 再加上人 我们 加上一个灯光秀 人也是鬼斧神功 嗯 上力完美 对啊 还有两条腿 对不对 可以走路 你看你看你看那里 哦 看后面 啊 很漂亮对不对 上面 你看上面 啊 而且很凉 外面是很热的情况 在来这里面 我再穿两件衣服 哇 漂亮 你看这个地方 宛如上面一个洞 下面一个洞 下面一个洞 下面那个洞是水 暴雨 等一下会看到更有趣的 走吧 走 哇 这好漂亮 真进的游客 您好 前方路段阶梯叫道 为了您的安全 现在发现我的脸上的灯光 这边来蓝蓝绿绿的 因为我们来到这边 看的很漂亮的景 看看 展开去 这个景点叫石灵仙芝 密集的石笋石柱石中乳排列者 仿佛来到仙境一样 哇 太美了 好吵 这原来下面是没有烟雾的 那现在呢 它做成有一个烟雾 想要做一个仙气飘飘的感觉 但是我 好吵 最漂亮的地方啊 也是整个石海的精华 以前的地上是 水里面是没有这个烟雾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就是说它没有这个烟雾的话呢 可以看到上下倒影 反而会有一种更漂亮的感觉啊 那现在有这个雾的话就可惜就见不到水里的倒影 好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哎呀 我脸上的这个灯光的关系啊 脸变化很很多 现在才打灯 这个灯光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下面这个 哎 你在这里就把它挡完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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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它本来呢 它下面是没有这个水里面是没有这个烟雾的 那没有烟雾的时候是比较好看 因为它上面的石头灯光 然后下面是倒影 那现在有了这个烟雾以后 虽然看起来有一点那种仙气飘飘 但是我觉得有点 可惜了 就没有看到下面那个石头的倒影 那有这个倒影会比较好看 嗯 我的背景有人一直在讲拍照是 哎 算了走吧 这景点景区就是这样 那就是做一些拍摄的一个促销 那要拍就拍吧 不拍就算了 这下面还有一个 还有一些盖画池 这盖画池呢 在内 他中国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 像九寨沟的黄龙 就很有名这盖画池 它是一个一个过去的 有点像梯田 很有意思 这就是原来它 石头下面有倒影的时候 是比较好看的 那现在变成烟雾状 就没有像以前有倒影这样 老灯是个合格的打光师 看到没有 在这里 哈哈哈哈 哇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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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漂亮了 看等一下又来了 仙境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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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都挡住了 挡住看不到你了 好看 看看 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